南回公路351.5公里处华原桥路段 今天清晨5点多 发生了大货车和红牌大型重击对撞的车火意外 造成了歧视当场死亡 那么货车驾驶受伤送医 事故原因仍有待警方调查中 消防员和丽江受困车内的司机救出 而遭对撞的红牌重击歧视 则在剧烈撞击下造成右脚和身体分离 头部重创当场死亡 泰玛里消防风队小队长丁志诚表示 接获勤务中心通报车祸受困案件 赶到现场时重击歧视已明显死亡 大货车司机腿部被方向盘卡住 无法脱身受困车内 消防队员合力将人救出 司机一时清醒没有生命危险 送台东马捷医院救治 介绍报案是我们情务中心 告诉我们351.5K的地方有车祸发生 那有派了资本脚腰 跟泰玛里脚腰 跟泰玛里脚腰车 那机务车到了现场时 已经发现有一名机车骑士 已经现场明显死亡 那另外一名货车驾驶 还受困在小货车上 那今天检视呢 它是被方向盘轻微夹住 那今天搜救人将他从车内脱困之后 目前交由我们的 他们的脚踏车处理 患者目前是意识清楚的 而根据警方了解 营业大货车驾驶 林姓男子 沿着台九县由南王北 前往台东市的方向行驶 在该路段 与游北往南的八姓男子 所骑乘大型重机 不明原因发生对撞肇事 双方驾驶饮酒勤行 医院检验中 详细肇事原因 有待大五交通小队调查理清 既了解 林姓男55岁 驾驶一夜大货车 沿台九县由南向北 就是往台东市方下行驶 如今 台九县381.5公里路段 由北向南往屏东方向行驶的 八姓民众23岁 所骑乘大型重机车 不明原因发生对撞事故 造成八姓驾驶现场 无生命迹象 大货车林姓驾驶受伤 送台东马街医院救治 双方驾驶09群行 医院检验中 大五警察分局也呼吁 请驾驶人勿疲劳驾驶 超速及任意超车 随时注意车前状况 遵守交通规则 共同维护用路人行车安全 这讲解太马了想不到